韓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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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肥韓天娥 這條片比較艱難一點 因為要個腦好清醒才能做到 就是二十大之後 究竟會不會清零 在美國最新的一個專題報道裡面 他說即使習近平他連任 清零都沒有辦法解決 還要維持一段很長的時間 不是好像很多人說 一到二十大之後 習近平坐穩江山搭一聲 清零就消失 這個基本上不可以 他分析的幾樣東西 第一當然就是疫苗 現在全中國的疫苗究竟多有用 如果突然間取消清零 接著疫症大爆發 你不要覺得究竟會造成了 那幾大幾大幾大的人命傷亡 我們不講這些 就是講突然間爆發的時候 究竟醫療體系有沒有本事可以應付得到 沒有 因為過去習主席的三年裏面 他用這種方法將整體的感染數字壓低了 到今時今日感染人數都是只有千多萬 這個數字有多真確不知道 但是事實上他也因為這樣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如果突然間不再清零的話 究竟傳播面有多大 而更重要的就是滅活疫苗 已經證實了對奧米克庸或者對新冠的作用很低 所以你就見到不能夠就是用復必泰 不能夠用加拿大的恆大的生物藥業 也都希望買到富德朗所有的技術 希望由中國自主研發 跟著告訴大家我們的疫苗有用 然後逐步開放 但是結果三條路都不行 如果你現在一開放一感染的話 就很多人就會覺得 為你的疫苗沒有用 無論是兩樣東西你都不行 第三樣東西 習主席在過去這三年裏面 是將疫苗 就是說和這個防疫抗疫清零進行到底 如果突然間180度這樣轉向的話 會將習近平的威信摧毀了 就是由頭到尾原來沒有的 你喊一聲就零 在第一大 第二大 第三大 第四大 第五大 所有這些城市體系裡面 他們都今時今日 中國人仍然說疫情嚴峻 而官方的宣傳就是我為你好 保障人民的生命 如果開放的時候 這樣你不停這樣說的 保障人民的生命 會不會就變成了一片謊言 所以你看到習主席 他打電話給全球 拜登領了一夜 我要打電話給他問號 安倍中山中了 我又要打電話給他問號 你看看 全球都沒有這個舉動 只有中國習主席才會打電話 因為在全球來說 已經不覺得病毒已經變成了風土病 變成了比流感更弱的時候 為什麼習主席還要急不及待 要打這個慰問電話 就是他要告訴中國人 你看看多嚴重 人家全球的領導人都中了 你看到我習主席李一強 有誰中了 就是我們防疫政策成功 就是因為這樣 這一次的動態清零 是不是真的很多人在估計 包括我 都估計11月開始會放鬆 要轉身 怎樣轉身 下台階是怎樣 如果你要下台階 首先習近平主席要出來承認錯誤 那你說習主席會不會承認錯誤 不會 那你問為什麼香港可以復償 為什麼日本 台灣全世界可以復償 因為他們認清了的事實 就是他們開始做幾件事 包括香港在來 是完全一樣的 第一 不再公佈感染的數字 這樣就沒那麼嚴重了 第二 用快測去取代核酸檢測 變成了你不會不停這樣 令到人民疲於不明 當共同感染到差不多的時候 跟著要開放國門 這個是需要時間的 你不要以為病毒供存 是天跌下來的 事實上每一個國家的做法都是這樣 又開始很緊張 又開始很緊張 然後防疫戴口罩 然後用快測去取代核酸檢測 然後用隔離去取代方艙醫院 就是隔離點 跟著呢 跟著還有的就開始說給大家聽 病毒並不可怕 這個是一個過程 跟著陸續開放 就像新加坡一樣 哦 你放心啦 下個禮拜連堂食 不戴口罩都OK的 戴口罩你自己的而已 習主席是需要一個下台階 是需要一個服償 只不過動態清零 已經成為了兩難 所以經據美國的傳媒來看 不到明年 動態清零是不會完結的 至於經濟上高也都是 這一次的動態清零 也都突破了習主席的底線 所以底線就是他估不到 原來我們的地區政府一窮二白 根本上防疫政策 造成了他們中國的經濟 已經去到一個摧毀性的地步 但是全個中國就是習近平 一個人說事的時候 那你怎樣可以告訴他 他應該怎樣做 現在真正思考的就是怎樣可以服償 因為始終都不是滅霸這樣 灰籠一下手指 就可以解決問題 所以美國人判斷 就是說動態清零 即使習近平坐穩了 都要一段很長的時間 所以你們的人要走快走 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追蹤、Share、訂閱課金、看廣告 可以的話加入會員和比賽 代表安天娜 需要大家支持 拜拜